怎么会有这样子的标线设计呢 这根本就是一个大陷阱嘛 这是机车呢在停的停等区的时候 在上面画上一个进行机车道上 分别就是说大家得要违规才可以行驶 而现在民众就大妈说 这根本就是一个很大的陷阱 挖了洞要让大家跳进去 而现在呢购路局也坦诚 的确是有疏失 如果因为这样被开单的话 是不用付罚款的 轿车机车往前行驶 快车道上大大的四个字进行机车 但机车骑士直接骑在字上面明显违规 但其实他们有漫复委屈 仔细看哦 这条快速车道上面明明标志进行机车 但前面却画了个机车停等区 要人家怎么骑啊 不是我们画格子啊 这个不是可以做吗 阿伯没有停在停等区里一头雾水 就怕自己违规了 别怕啦 是这里的号制搞乌龙画错了 红灯转绿灯就是没有右转灯 地上却画了右转箭头成了专用道 其实应该再多画直行箭头 再把内侧的机车停等区 移到外侧的慢车道 才是完全正确 不然就像这样 有的机车压在进行机车道上 有的骑在慢车道 想要再移到停等区 只能违规跨越双百线 如果明天天气允许的话 我们可以明天就派工进来改善 这条乌龙道路就在桃园大西新兴街口 公路局坦诚划设错误 会尽快修改 如果有骑士因此收到罚单 可以提出申诉 但还没有改过来之前 骑士们只能两个车道 坐有穿梭 中文字幕志愿者